江苏省东北部,连云港与宿迁之间,东部濒临黄海,与韩国、日本等地区向往,新与树阳为零,南阁新义河与灌南相连,北与连云港、东海交界。 东系最大直线距离73公里,南北最大直线距离14公里。 灌云县历史悠久,早在65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,1912年由孙珠山先生命名进县,英南有百川灌河,北靠明山云台而得名。 灌云1949年后属租北人民行政公属,1953年属江苏省华英专属,1983年后化为连云港市灌辖。 灌云文化属江淮文化,灌云人属于华阳铭记使用江淮官化。 灌云拥有大衣山峰景区、长河湾景区、伊庐山景区、开山岛、伊河堂风光带、灌云县烈士陵园、灌云县博物馆等旅游景区。 灌云县是东夷文化的发强地。 素有东海徒弟、北方水乡和东营盛景,上号古国之称。